就在1951年3月 西方公司的雇佣人员秘密抵达了台湾 将总部设在台北市中山北路 靠近圆山饭店 他们的首任老板是皮尔斯中小 在中央情报局的苦心经营之下的 西方公司的工作人员 最多的时候达到了70多人 他们聘请了包括游击战术 爆破 密码破译 散兵训练 心理战等方面的专家 这个让中央情报局煞费周章 寄予厚望的西方公司 又能演出什么样的惊天闹剧呢 最初 西方公司准备在台湾本岛 训练反共游击队 执行突袭大陆的任务 1951年9月 在汉密尔敦的策划下 200名经过特别训练和装备的游击队员 成为第一批从金门反攻大陆的军队 这些反共游击队员求战心切 结果被解放军以优势兵力包围 几天后就被全监 两年后 中央情报局又策划东山岛战役 中央情报局精心培养的台湾特战队员 损失惨重 最终无功而返 东山岛战 实际上成为海峡两岸对抗当中 台湾方面对外岛军事行动 包括准军事行动的一个转折点 实际上逐渐停止支持台湾方面 对大陆的这种军事行动 那么西方公司所承担这种任务 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台湾当局还多次计划派特务 行刺毛泽东 周恩来 陈毅 和叶剑英等新中国领导人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955年 新中国派代表团前往万龙出席亚非会议 台湾则派出特务行刺周恩来 他们利用喀什米尔号专机 暂停香港转机的机会 炸毁了中国代表团的飞机 制造了震惊世界的 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而周恩来却因临时改变形成 幸免于难 当时这个间谍活动呢 可以说是在方方面面 都威胁到了新中国的生存 这些这个间谍和特务 可以说当时是相当的猖獗 散布谣言 破坏 暗杀 那么针对这些的这个活动呢 当时大陆方面应该说也是组织了相当严厉的镇压措施 这个间谍特务它有两方面的工作 一种是侦察情报 一种呢 是这个煽动进行叛乱 进行所谓游击活动 说我们把它的定性呢 一种说是武装特务 那就是跟当地这个土匪 国民党参与勾结 这属于武装匪特 另一种呢 就是潜伏进行情报活动的匪特 兰中花组组长岳正武及其成员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被网罗到台湾情报部门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 台湾内湖 淡水 新殿等地 出现了多所情报干部训练班 学员都从大陆级军官和学生中挑选 并要接受三个月到两年不等的训练